最近一段时间,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开始向俄罗斯施压,屡屡展开军事挑衅 而就在这样的敏感时刻,俄罗斯在面对美军轰炸机挑衅时,果断展现出了战斗民俗的风格 还顺手把丹麦空军又误入了一遍 据《环球时报》在9月3号晚间的消息显示 美国空军网站指出,美俄战机在最近摩擦不断 一架俄罗斯战机在上周五追击一架美军的B-52轰炸机时,显得十分疯狂 当这架B-52轰炸机试图进入北约国家上空时 俄罗斯军机依旧没有放弃,而是选择咬着不放,直接侵犯了丹麦的领空 根据《环球时报》的描述,此次事件的主角之一,美国空军B-52轰炸机 当时正在执行飞越北约成员国领空的任务 而当它来到波罗的海上空的时候 一架一次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起飞的苏27战机开始对该机进行拦截 并一度做出俄罗斯飞行员一贯失守在阴间的操作 多次快速靠近B-52轰炸机,在飞行路线上进行横上拦截动作 最终该轰炸机不得不选择枕上飞往丹麦领空 然而即便进入了丹麦的领空 这架427战机依旧没有放弃追击,继续咬死B-52轰炸机不放 有意思的是,丹麦空军的快速反应警戒部队的战机升空 并达到B-52所在空域之后,这才迫使427折返 事后,丹麦空军都爱表示,这次入侵是多年来的首次 这表明俄罗斯的威胁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北约必须团结起来,随时保卫北约的领空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,俄罗斯空军为了追逐美军B-52轰炸机 而入侵他国领空,倒还真有些人看人下菜 在今年7月中旬,俄罗斯在一次正常的航巡自由中 就试探了一把丹麦的国防水准 在7月14号,丹麦军方突然发现 自家周边的斯卡洛拉克海峡出现了一条长条巡物体在快速移动 当局立即派遣侦察机前往目标海域侦察 结果整整花了15分钟,就才找到了目标 俄罗斯的一艘巨型核潜艇K-266奥勒尔号 据俄罗斯军方透露,该潜艇当时携带着24枚P-700反舰导弹 在斯卡洛拉克海峡自由航行 可以说,这一事件很直接地暴露出了丹麦国防的真实实力 一艘携带大量反舰导弹的核潜艇,需要早15分钟 如果真爆发战争,这15分钟已经足够让丹麦丧失所有的军事能力 更要命的是,这艘核潜艇还是漂浮在水面上进行航行的 而非是在水下 因此有不少人怀疑,此次苏-27追击B-52追到丹麦领空 也是看清了丹麦的真实国防能力 因而肆无忌惮 而反对者则认为,丹麦虽然是北约创始国家 但是在反俄这件事情上,却一直处在摇摆之中 此次俄罗斯入境,也许也包含了史坦丹麦态度的目的在里面